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机械工会也预估赞期业绩渴望喷出20亿美元 运营美东贸易战的飞机 全世界的买者为了要分散风险 纷纷要求所有的产商 设立在国际区以外的第二个生产基地 这些设厂将给机器力增加很大很大的成绩 而走国际市场也要保留在地优势 经济部近年来全力达到台中成为全球智慧基建发展中心 不只是带来产学研相关人才需求 也要让以台岛立国的台湾在工具机产业优势继续维持 VPV记者不自然爱我传采访报道